他的弟弟 他的名字叫做 尤命賴宁偉 你知道神木宇童嗎 給他掌聲鼓勵好不好 然後今天他來做戰場 然後 然後來 來 來 也唱歌給大家聽 然後 我們等一下又很用力很用力的挑戰 來歡迎他 尤命 之前很矮 怎麼會怎麼那麼變來呢 是不是 等一下 我先 因為我們跳我們跳動 所以我先離開可以嗎 等我插好等一下 插哪裡 那個叫插線才有聲音 哇賽 哇他的紅鞋好可愛 紅鞋男孩 我我我我 紅鞋男 你比較紅啦 20 因為之前那個去年的金曲獎啊 有人說 有人說他是 Angry Bird 有一個 有一個專業的時尚Fashion的評審 說他是 Angry Bird 不過仔細看一看 比較像大嘴鳥 都是紅色的 其實今天很開心可以來當 那個姊姊紀曉君的那個演唱嘉賓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見面 是啊 我們在一個地方一起固定駐唱 看膩了 他唱我的前面 然後我是最後一班 所以每次都會聽到他很經典的歌曲 然後我唱完就沒有客人了 然後我還叫客人說 欸你們這樣子走太難看了 不要走 就是 好啦沒有看 不要嚇到 所以他們今天才來嗎 欸我的吉他沒有聲音 謝謝 他唱完你們先上廁所啦 可以嗎 廁所在二樓 再給我唱一點 謝謝 等一下我確定一下我的吉他目的是 再多一點謝謝 那我們可以先聽有名唱歌嗎 那我先離開 你要去補妝嗎 馬上回來 你知道我要幹嘛 我知道我知道 洗手間 因為你今天的造型很漂亮 真的嗎 就突然想到我上次好像去哪個餐廳吃到冰淇淋聖代 上面要點火 有火山爆發的感覺 那你們喜歡嗎 你看 我也喜歡 但是不要加花生 我也不能加花生我會火大 對啦先不要點火 那我們先讓姐姐休息一下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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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子 很 stretch